九萬七千多快要十萬人按讚 可不可以看妳的題目是 總統各位貴賓還有同學們大家好 我是台南女中的李懿雲 然後我今天想要提問的問題是 就是我國考試制度不是為了培養出各行各業的人才嗎 那是不是應該提供相對應的就業管道 因為現在青年受教的機會雖然增加了 可是真正有工作的人卻沒有跟著增加 甚至就是失業率還是很高 然後還有一些人才都外流到他國去了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重新審視這個制度 跟我們就業率之間的關係呢 不然的話就會被外界笑稱說 他只要訓練一隻會畫卡的猴子 就可以有大學年了 好那就謝謝總統 好謝謝這位同學 我們終於知道為什麼我們這次活動的指導單位 是文化部帶來的是教育部的部長 大家都是關心跟自己比較切身相關的教育的問題 好來總統幫我們做個回應 好其實你剛才問的問題就是我剛才還沒有答完了 想利用這個機會再繼續講 就是說那我們既然鼓勵大家在高中畢業以後參加這個方案 那必須要投入這個工作嘛 那其實工作機會在哪裡 這個就是我們要去問的 我們也覺得既然有同學願意參與這個方案的話 我們就應該去找到適合他們做的工作 而且他們在做這些工作的過程中 不但可以把他學校學的東西可以用得到 更重要他在工作中可以學得到新的東西 所以在這個方案裡面其實我們已經請 這個是動員了所有的部會 包括經濟部 包括勞動部 包括科技部 很多的部會去把可以找得到的工作的機會 都做了一個會整 那我們在看這些工作機會的時候 我們也會去檢查這些工作機會 是不是只是勞力的付出呢 還是會給我們這些高中畢業的同學 參與這個方案的過程中 他也可以得到某種技能的訓練 或者經驗的取得 所以在我們在找這些工作機會的過程中 都有特別去考慮 那我想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這一次政府 尤其是我們教育部在做這個方案的時候 我們已經找到將近有多少個工作機會了 大概有七千個工作機會了 那這些七千的工作機會都被經過檢查 他不是只是單純的勞力付出 沒有人會壓榨高中生的勞力 但是我們是希望在你的工作的過程中 你也得到了社會的這種接軌的經驗 也得到了職能的訓練 剛才這位同學談到的一個問題 是更重要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 我們的教育系統交了這麼多 找不找得到工作 確實是一個問題 但是問題是說 社會上不是沒有工作 如果我們沒有工作的話 我們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外勞在台灣了 換句話說 我們是有一些工作 是我們年輕人不想做 不愛做 或者他們不覺得對於他們的未來是有幫助的工作 那年輕人喜歡什麼工作 那這個就是一個問號 那我想問各位同學 你如果現在出去你要做什麼工作 或許有些人覺得說 我到麥當勞去打工也是可以的 那或許有些人講說 那我或許可以去三億的那些雕刻師 那些大師那邊 跟他們學習雕刻 也有可能 我們有很多工專的同學 他在工專裡面學的東西 他可以到工廠裡面 去學習現代的工廠裡面這些機器 而且都是很先進的機器的使用 那這些工作 或許你在這個階段 你會覺得是 就像以前說 它是重複性很高的工作 你一做再做 可是我有發現說 我們這個社會裡面 當你大學畢業的時候 你就是一個大學畢業生 很多工作人員就不想做了 當你十八歲的時候 你的體力正好 那你受的教育的水準 也到達一定程度的時候 有很多我們這個社會 所需要的技能跟技藝的訓練 在十八歲其實是最好的 因為你當你念完 二十一歲的時候 你就說我是知識分子的 我不做那些事情了 各位同學 技能跟技藝是很重要的 有很多的研究顯示 在今天社會的創新是來自於什麼 創新是來自於你在 技能跟技藝的成熟度的 在這種有足夠的技能跟技藝的成熟度之後 你會產生一個創新的能量 那這就是為什麼很多的設計師 服裝設計師當初是什麼 是裁縫師啊 為什麼 因為他在裁縫的過程中 他才會知道那一些 在真正你在執行的時候的那一些細節在哪裡 所以如果你沒有那種基本的技能跟技藝的養成的時候 你今天坐在家裡 創新從哪裡來 創新不會從課本裡面教你的 創新是從你的腦袋 從你的經驗裡面來的 所以我們這個社會缺什麼樣的人 我們這個社會缺的就是有技術能力的人 有技藝的能力 我們這個社會有很多的大學生 都是充滿了學校的教育 那種知識的教育 但是我們這個社會缺的是有技能的人 而十八歲是剛好 對我來講是從事這些技能訓練最好的時候 等你有這個訓練以後 你再回學校 我給你保證 你如果在工廠裡面做過那種工作以後 你再回學校去念機械系 你一定練得比其他的同學還好 而且這一個方案 我們會保證你的薪資不會太低 每個月 國家會在你的帳戶裡面 存進是一萬塊錢 那你在念大學的時候 你的基本的學費就有了 你也不用你的人生從學代開始 所以 我好像在做廣告 那 代言 剛才那個部長還交代我一句話說 趕快去報名 5月20號就節制了 趕快去報名 所以 這個是一個 當你十八歲的時候 去開始做的時候 或許你的老闆太喜歡你了 就是說沒關係 你做一陣子你再回去學校念書 可是你在學校念書的時候 還是要跟我們保持一個聯繫 甚至你的教育費用都是我幫你出 你的工作的接軌就已經開始了 所以當你十八歲的時候 你已經開始替你將來的工作的可能性 把它打開了那個機會 所以 工作的機會來自於 看你跟社會接軌的程度來定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的同學 能夠越早開始跟這個社會接軌 越好 那如果你念完高中 你去做工作 你覺得很好 你不想回學校的 那也是一種人生 但是你要回學校 我可以保證你 可以接軌 順利的回到學校去 好